校五走的時候也是很吊詭 本來一發布要接華市董事長 對對對 結果是前一晚住進隆走 這個要幫李登輝的那個什麼 蔣家的那個什麼基金要講一下 蔣校五過世的時候 是在那個北海那個墓園 他本來是一塊地 後來因為太小了 所以就另外再增加了 叫做一塊 就有一個小庭院 就是說你去的時候 有幾個十凳子可以坐一下 看到墓園 對 墓園 所以那個錢是從照顧蔣家的 基金裡面播出來的 後來蔣徐萊錦在紅樹林那邊 好像也買了一棟房子 好像是核性蓋的 然後給它打折 大概800多萬 也是從那個基金出來 所以確實有那個錢來照顧蔣家 但是就是很有限 蔣校五是因為墓地 就是本來是一個 應該叫做一塊 叫做一塊 後來在前面增加一塊 蔣家三個小孩都在三隻 這第一個當然是孝文 孝文埋的大概我想 大概十平不到 然後那個西南京 他有寫個碑文 引述一首詩 就是說好像死一喝酒的那一種 也很感人 聖經的 私人的 然後孝武出病我跟著去 孝武在下面一點 下面一點 他比較大 他大概有將近二三十坪 還好啦 就是有兩塊 最後是張孝池 張孝池就更小 更小 張孝池也是 也埋在三隻 三個兄弟都在 那也是用到蔣家的遺族基金嗎 不需要吧 因為他那時候東吳大學校長下來 就會處理了 對 所以 三個兄弟很奇怪 都剛好埋在李登輝老家的後山 那孝永呢 孝永是燒成骨灰 好像燒到加拿大去了 送到美國 美國嘛 放到美國去了 跟蔣宋美玲 宋美玲沒有 宋美玲是放到宋家的墓園 宋美玲沒有回蔣家喔 沒有沒有 他跟他的兄弟 他不是叫蔣宋美玲嗎 那個孔宋 在孔宋家族 孔宋家族的墓園裡面 哇 你看這個女性多好 誰說 她不是宋家墓園 是一個墓園 但是他們宋家人都在那裡 它是一棟房子 然後像抽屜一樣 就是他沒有回蔣家的目的 沒有 可是他叫蔣宋美玲 對啊 他不叫蔣蔣美玲 對啊 可是我說他新女性啊 你看 對啊 不過像蔣孝武的比較特殊 他下面 後面種了那個日本友人 他做過住日代表 那日本有送他幾株 那個紅色的小葉子的楓葉 紅楓 就種在後面 那旁邊當然有他太太的那個墓碑 但是他有跟他太太交代說 你可以交男朋友 但是不能改嫁 你一定要姓蔣 蔣孝武的 蔣孝武的 蔣孝武告訴他的太太 蔣孝武的墓喔 你去 你到了他的墓前 你看不出那是他的墓 因為他門口寫的是 我武為陽 蔣孝武 我武為陽 他不用蔣孝武 為什麼 不曉得 反正就是 張大謙的題字 我武為陽 就蔣孝武的武 為就是四為八德的為 陽就是光陽的 國民黨的這種特務體系 所有的這個 在特務工作裡面 都會有代名 所以這個 夏武先生 他連這個過世以後 他都用一個代名 因為他不可能是自己交代 因為他 他是好像是促世嘛 對 他自己怎麼走 他自己可能有一頭五水 可是他中廣那一群兄弟們 很知道 很認識他 就是唐叛叛他們那一群 包括現在那個駐日代表 馮紀臺 他們還有就是那一群是一夥的 所以他們跟他一直一直 護著他 所以他心裡想什麼 我想那幾個人都知道 因為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說 他發表要這個當 接華視 董事長 隔天好像就走了 前天晚上 當天 6月1號 對對對 那天 我是聽一個中廣的一個 老前輩是跟我講 就是說 夏武先生那天 晚上有一個應酬 應酬完回去之後 應酬完 跟其他的這些客人就講說 我今天有點不舒服 可能要去一趟榮總 那就去榮總 因為他榮總 還有一個固定的一個房間 你要認得他們家 那住進去之後呢 住進去之後 聽說他在之前 他就服了鎮定劑 那醫生不曉得 他已經服了鎮定劑 就給他double 就給他double 就在那個點滴裡面 又加了一個鎮定劑 那換句話說 他已經雙倍了 藥物過量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藥物過量 過量的一個問題 而不是說 有一些什麼傳說說 什麼被暗殺 或者是什麼 所以張孝妍那個時候 有寫過文章 在報上懷疑 對很好笑 那個華視有一個人跟我講 他說 他說一大早就接到伍世松的電話 那伍世松那個時候 當時的華視董事長 總經理 總經理 因為他要去當他的長官 易敬邱是董事 對 然後伍世松 就跟這個華視的 這個總務單位的人說 今天那個撤掉了 那總務的人撤掉什麼 紅的變白的 他說趕快把那個 趕快把那些花籃撤掉 為什麼 他說孝武先生已經走了 然後趕快把那個 本來是一個就職大典 結果變成一個 紅布條變白布條 對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種有顏色的花 全部拆掉換成白色的花 這樣子 就立刻改掉 有一說說 那他那個時候 他50歲了沒有 過了 他應該過了 他應該過了 他有活比他哥哥久嗎 他哥哥53歲才過世 他是民國34年生的 33年 所以 34 34的話也差不多 79年死了 等一下是 蔣家都是在籠子 他在 只有蔣經國 才40幾歲 如果是蔣經國 蔣經國也死在家裡 家裡面 其他都在籠子 老總統也不死 也死在家裡 都死在家裡 好 這三個兄弟 孝文 孝武 孝勇 都在籠子 這個兩個完全不同 孝勇死的時候有沒有50 他也是男政 其實蔣孝文的這個 也是因為男政的故事 不是光是這個 孝文是因為癌症 什麼癌啊 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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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是什麼癌 蔣孝勇也是癌嘛 我是 蔣孝勇是癌 蔣孝文也是 其實那個癌症 就像我講陳定萊嘛 就是說那個情緒影響 我很想說 陳定萊如果選上 絕對不會有死 他會生有死 他會生有死 他會有壓力 對 不準 蔣孝文是 拒絕 他就是會主 阿發 你在哪裡 冰櫃藏屍 真的是阿發嗎 是死者自求 還是被人活活悶死 冰櫃裡面的漫畫 竹炭與台燈 是陪葬品 還是祭品 終於到中午 晚上幾點 請收看新聞 哇哇哇